見我像劍道鬼 按摩你控課匪謊 欸 真說啊 真搞不懂你那個外條的小粥 是抓龍又不是屠龍 是按摩又不是選妻 結果喔 他按摩亂打槍喔 打出官司來了 他喔 今年六月喔 在網路看到按摩的廣告 就外交人家 都喬好價錢 車前飯店 全都是小粥買單 結果喔 來做的四個三個的啊 小粥喔 嚇到只付單程車費 就繞跑走人 這一繞跑喔 也害小粥吃上官司 那個按摩女喔 認為小粥的行為喔 讓他很受傷 是在毀謀他喔 比過還可怕 也沒幫他付回程的計程車費 控告小粥詐欺 公然侮辱 還有毀謀耶 還好喔 檢察官對小粥不起訴 不然喔 為了打槍喔 刺上官司喔 就夠衰了 動新聞 記住幾百多 馬鈴 learns 感谢观看